大家好,我是仙游居士 这次我去的地方是福建距离台湾很近的平潭岛 你可以通过铁路直达到达岛上的平潭站 刚进入岛上这段路,在车里看到外面的景色 让我对接下来的旅途充满了向往 来这里玩,我选择了住在县城的民宿里 去外面吃饭很方便 自己买东西也可以在厨房坐 由于平潭岛本身不大 在县城里租一台电瓶车,去哪里都很方便 近距离就扫路边的共享电动车 环岛远程就在美团搜租电瓶车 很多商家可以提供200公里续航的电动车 他们在火车站也有取车的站点 这次来平潭,刚好赶上某些原因 处于景区的某些区域都封闭了 所以我更多会展示没有被化为景区的 海岛北部的海滨区域 住在县城中心区域 最方便区的地方是龙凤头一带的龙王头沙滩 这里也封闭了 所以我去了附近澳前北路与环岛东路交汇的这个海滩 踩着这条小路就能看到眼前的这片海滩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里人比较少 海滩很干净 海水淡蓝色 浪花翻滚的时候很美 奔跑在这里的海滩上有种放飞自我的感觉 你还可以挖蛤蜊 这个小女孩抓到了这种喜欢挖沙子 但从不佳人的可爱的螃蟹 沙滩比较靠上的位置 在这个周熟区域也是很漂亮的 比较适合拍照 这间区域也会有很多当地的渔民来这里赶海 他们会拿着特制的工具行坐在沙滩上 之后走进前海里 虽然我舍不得这里 但还是骑上车 继续沿海岸线 往北行进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新澳村 在平潭很多村庄都是这种海边成片的石房子 在周围绿色的农田和蓝色海洋的交汇下 形成了这里十分圆生态的景色 穿行这里的街道中 你可以真切地体会到当地人的生活状态 也不记得走到了哪个村庄的时候 我偶遇到了路边卖香蕉的阿姨 其实我刚上岛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区域都有香蕉树 便宜的当地香蕉 也终于让我实现了吃到本地香蕉的愿望 虽然很累 但还是买了两大坨 再往上游走一点的澳仔底 这里也是大片的沙滩 我还偶遇到了第一天来岛上 就轻松地跟着他们一起赶海的阿刘和他的朋友 哈喽 真的是好巧 我们第一天赶海是在北港村 而这里距离北港村有6公里 这边区域的海滩有非常多的大大小小的寄居树 如果你喜欢他们的海螺房子 就把寄居树赶出来把壳带回家吧 这里全都是寄居树 这里我也抓到了一只巴刹的小螃蟹 你看它隐藏自己的速度多快 这边区域有很多玩风中冲浪的运动者 这项运动看起来非常刺激 而我只能骑着电瓶车在沙滩悠闲散步了 今天的路程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继续北部环岛之旅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订阅 哦 哦 eso 哦 充